此次捐赠的三十件文物 为宋金至明清时期的彩速造像 这些文物承载着中国悠久历史厚重的基点 是辉煌灿烂 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的生动见证 再度彰显了广大台湾同胞 对中华文化的深志热爱和崇高礼敬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 多年来 台湾各界同胞为保护中华文物 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做了大量工作 付出了艰辛努力 写下了感人篇章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光彩夺目的中华文化 是我们共同的底色 共同的骄傲 共同的财富 共同的灵魂 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主席 佛光山寺住持新宝法师则表示 佛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文物的收集保护 代表着中华文化的传承 希望这些文物的落叶归根 能够为海峡两岸带来 和平 和谐与和和的契机 让中华文物可以回归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种文化 宗教的交流 能够达到两岸的互动 能够有一个和谐的气氛 中央台办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 中国佛教协会有关负责人 及台湾嘉宾 共约250人出席活动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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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